像我自己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有帮大家整理各种的懒人包 就是什么各个 这个各个超商 或是银行的这个优惠 我自己也就稍微看一下 我发现其实 怎么说啊 就是各种不同的族群 它会有不同的需求 那所以大家来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说好 那第一个 大家都说 其实好多优惠 选择困难 那我就说 那你有没有想买东西 那有些人他就想买3C 或是想买家具 那这种可能 或是他想要去搭卖厂 去买比方说什么牛肉 或是什么之类 那我就说 那你如果是要那种 家里要买的东西 那你可能就是全家集资 那你可能就实体 那如果说你没有 像我很多的那个 Facebook的读者 他们都是国外 国外托的 就是去国外旅行的 他们就说 有些他就想说 今年他要省旅费 他都什么都不想要多买 那我就说 那你这种的 你就把它绑定在 你原本就会消费的事情上面 机票是不是 比方说 对啊 像我的粉丝团 平常就是分享机票的特价 那所以大家都是非国外的 那今年他们就 因为今年没有办法非国外 所以大家就想说 好今年要来省钱 那省钱就是 那我就说 那你平常会通勤吗 那你如果你通勤的话 你就绑什么 一卡通 悠悠卡 那如果你平常 也没有什么通勤 那但是你去超市 你总会刷卡吧 或是怎么样 那有些人 那刷卡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绑在 那个卡上面 然后卡 有些卡的话 就会还会有一些 比方说 红利回馈或什么 那像我的话 我最近可能要 跑这个外线市 那我就 我平常的卡 有些就是会绑在 有交通特别的回馈 比方说 有些他是会说 交通类的 比方说你搭 两铁 或是买机票 国内国外机票 或者是说 住宿 他就会有额外的红利 那我就 我平常消费 就是这一块 所以我就会绑这样的卡 那也许我去 去买这个火车票的时候 我就是 就可以直接用在 这个消费上 那我就觉得 因为我看来看去 就是各个的卡的话 如果我没有要 额外住宿 或是什么的话 其实还是用你原来的 那个消费 你原来消费 有专攻哪一个方面 比方说有些是加油卡 比方说有些人 他要带家人出去 那你就去选那个加油卡 那加油可能 就是有特别的优惠 送这个送那个 或是有什么样的优惠 或是什么之类的 那等一下 等一下会讲说 这个最 用三倍券 怎样用CP值最高 那个我们等一下 你还会分配节目的tempo 因为我怕没有照片 你这样我会紧张 你就是省嘛 对不对 你那个帽子多少钱买的 这是我妈妈送的 所以不用钱 去省啊 我也很想问 那你衣服都去哪里买 那帽子妈妈找 衣服都哪里买 今天这个衣服啊 这个大家觉得 这个衣服 这个看起来很像英国某名牌 这个如果到英国的那个某名牌店去买啊 通常都是要一万多台币以上 可是大家猜看看我这一件多少钱 多少钱 要钱啦 就是还是照如果照一般大家的消费方式 那同品牌吗 对 同品牌吗 不同品牌 仿的嘛 但是就是那个风格 就仿类似 这个这一件这样子 三十 三百块 八十 八十块 在哪里买 那是在台湾的菜市场 常常有一些专柜的测柜货 他们去切货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不错的这个 我常常有看到一些不错的专柜 他反正就测柜 或者说有些是公司倒掉 或者是说这个他不在台湾继续做了 所以他就是有些他就会整个切 就是整个卖到这个市场去 然后市场就会有些人他去切货 所以有时候在市场会常常看到那种 一百元一件 或者是说八十元一件 那这是新的 那有时候呢 我喜欢去日本 这件大家猜多少钱 这件是也是专柜 算是有品牌的衣服 在日本买的 对 在民谷屋买的 大家觉得是多少钱 也是新品吗 这件不是 这件是二手衣 三十块台币 会不会 这件是五十块台币 对 也是很便宜 我买了好几件 然后蛮有趣的是 你还在买Prada 你都浪费了 我怎么 我怎么发现这间店其实很有趣 就是大家知道民谷屋有蛮多那种二手店 他有卖二手名牌包 然后什么二手和服 什么二手3C等等 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是看到 有好多这个二手的名牌的这个 可是我就是看到有一个招牌 他就只写了1G等于一元 一日币 然后一公克 对一公克等于一日币 那全台湾其实还没有 我大概是第一个写这个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人知道说 这个民谷屋可以买到秤重的衣服 可是我就看到这个牌子 我就在电梯的一个小牌子看到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 就想上去看 上去看的时候 电梯一打开 果然就是出现 一开始他是出现 1G等于4日币 4元 然后再走进去 就变成1G等于3日元 再走进去1G等于2日元 走到最最最最最 所以里面才是这个1G等于1日元 因为那个地方 會 你要进去挖 没错 就是要这样 你会是4克就停下来 所以要等到1块钱才可以下 所以要一直往里面挖 然后平常因为我出国旅行的时候 很计较那个重量 我出國旅行的行李只有一公斤的 所以我大概知道說 我馬上行李就算說一件 一件這個襯衫 大概就是一百多公克 所以我馬上去心算 那這樣子該不會一件衣服 只要五十塊臺幣吧 所以我就好興奮 就跑去一襯 果然這一件 這件是U牌的 這件只要一百八十五 那邊很多 一百八十五日幣嗎 一百八十五日幣 公克 日幣 這樣差不多是臺幣五十塊 五十塊 對 真的 這件我買回來了 然後這件也是 U牌的 對 還不錯 那這件也是 然後它什麼短裙或是什麼 反正就是 這是裙子嗎 還是帽子 這個是短的毛衣 毛衣 它有很多啦 兩百七十塊 所以還 然後就是真的要花 所以毛衣多少錢 毛衣買起來多少錢 差不多也是兩百七十塊 日幣 日幣兩百七 日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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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U牌 U牌 你看我還故意拍這個吊牌 吊牌上面是一千八百多塊 將近兩千塊日幣 這是舊衣是不是 這是新衣 新衣 你看吊牌還這 有吊牌 但它那件 剛剛那件是舊的 對 我那件沒有吊牌 應該是舊的 所以我常常喜歡去日本 或是去泰國 去挖寶 那我在泰國 我大概也是買到五十塊 但是新的 就是常常買類似這樣子的 泰國買到的是袈裟嗎 沒有沒有 就是泰國的 應該說比較涼爽的衣服 Salon嗎 沒有沒有 就是一般的衣服 一般的衣衣 對 就是蠻好挑的 然後這個也是就是 但是你就是要挖挖挖 所以真的就是 挖挖挖挖 我覺得這也是樂趣 我就每次去民谷屋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的興奮 其實大阪也有蠻多這樣子的東西 我剛剛想說 你帽子脫下來 是想說你這麼省的人 你的頭髮 製裝費是多少錢 對 所以我戴這個帽子 也是有原因的 就是說因為其實 因為女生花在頭髮的錢 有些是蠻多的 我本身是自然捲 然後我其實以前也有花過錢 去做那個什麼 那叫離子套 結果長出來之後 就又沒有效 對 那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怎麼講 每天要settle要吹什麼 然後又花錢又花時間 後來發現最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學帽子割後 就一頂帽子戴上去 而且我這個是專門節目用的 專門節目 所以平常沒有帶 平常不是 但是大家常常在哪個地方說 我今天在哪個捷運站看到你 可是那個都其實都不是我 因為他戴帽子是一樣 只要帽子跟眼鏡一樣 看起來就很像我 那其實不是我 然後我的鞋子是在英國的Outlet買的 在也是非常名牌 然後這個站著穿 三個小時都不會累的 可是在在台灣 大概賣五六千塊 可是我在英國的Outlet 買大概才一千多塊 一千一千五一千六